据台媒报道,孙邪志被拍到与小十岁女星夏宇童甜蜜约会的画面,随即引起网友们的关注。 孙邪志与韩宇离婚后,低调跟夏宇童交往,然而,双方迟迟不肯公开恋情,只以好朋友相衬。 孙邪志坦言,感情是比较私人的事情,我比较多创伤,不太习惯聊太私人的事,希望大家还是着重在他的工作上。 直到去年,夏宇童上小S的综艺节目才终于松口认爱,之后,两人不再遮遮掩掩,不时合体秀恩爱。 至于孙邪志前妻韩宇,他则忙于演艺事业,已经单身了很多年,他不时在社交网上分享自拍亮照,曝光的近照中,已经43岁的他,皮肤白皙紧致无皱纹,身材也没有发福,动灵有数,美貌出众,风采依然。 难怪一直演出邀约不断,长相标志的韩宇,是娱乐圈有名的大美人,出道后不仅深受观众朋友们的喜欢,还吸引到不少追求者。 在拍摄电视剧《天下父母星》的时候,他与同剧搭档孙邪志陷入爱河,两人迅速发展为男女朋友关系。 2011年,两人举办婚礼,正式结为夫妻,然而,幸福的日子没过多久,两人便离婚收场了。 关于离婚的原因,孙邪志曾说过主要是生不出孩子,喜欢孩子的他坦言,既然生不出孩子也没办法,何必强求。 离婚后,韩宇不是没人介绍过对象,可能是失败的婚姻对他打击太大,他始终提不起兴趣,没有再谈恋爱。 如今的他,将大部分精力都放在工作上,他说感情的事,顺其自然吧。 孙邪志,近年来可谓是爱情事业双丰收,凭借首张个人专辑《心事》,正式进入演艺圈,之后又担任男子偶像团体5566的队长。 作为歌手,他先后推出四张个人专辑《歌声中的力量感》,给不少听众一震撼,同时他也参演了不少影视作品。 他是魔剑生死其中应挺稳健的人千行,也是真情满天下中精明能干的观明节。 新媒体时代,短视频一跃成为新型信息交流的手段。 借着这股东风,孙邪志经营属于自己的YouTube频道,也算是分了时代春风的一杯羹。 孙邪志日前突在社群公开标记夏宇童,透露最近有些想法想和女友一起完成,可说是交往以来首度放闪。 女方事后也大方回应了,夏宇童被孙邪志标注后,事后大方在脸书发文回应,交喊,哪有人这样揪,大家真的有认真想看同鞋组合。 接着也同样标注孙邪志的账号,修回,那出游是要去哪玩,更开玩笑以为孙邪志会这么大方,是不是被盗账号。 事实上,孙邪志先前参加丢丢妹的直播也被当场催婚,被问到有没有结婚的打算,他坦言当然是一定要的。 丢丢妹又问,那有下跪了吗?直求式的追问让孙邪志哭笑不得,表示,这种事怎么能说呢? 丢丢妹一听直呼,就是有罗,孙邪志赶紧摇头,没有没有没有,我跟你讲,该跟大家分享自然会分享,但现在一切都顺顺的,这样子就好了。 孙邪志与小十岁的女星夏宇童低调交往三年多,对外都以好朋友相衬,爆出求婚成功消息,媒体求证夏宇童经纪人,经纪人仅说,没有收到这消息页,他们自己想要公布, 自然会告诉大家,孙邪志经纪人电话关机未回应,形势向来相当低调的孙邪志,历经一次婚姻后,对于感情相当低调,据媒体报道,他在苗栗包下一栋民宿,向小女友夏宇童求婚,现场温馨感人,女方则是点头答应,媒体致电许孟哲经纪人,经纪人表示,孟哲县正在拍摄两部戏,没有收到任何消息。 5566的孙邪志和小11岁的夏宇童稳定交往两年,日前被拍到一起到公园遛狗,只不过焦点全落在身穿宽松衣服的夏宇童身上。 据媒体报道,两人在公园一起遛爱犬妮妮,孙邪志和夏宇童都戴上口罩抗议,狗狗的便便也及时清理,两人和狗狗玩得愉快,只不过夏宇童似乎有点身体不适,还频频扶腰,摸肚,让人不禁猜想他是否怀孕,身材也明显比之前风雨。 孙邪志两人牵着狗在街头遛狗,虽然天气正当洋洋高照的时候,孙邪志穿着短袖出门晒太阳,而身旁的夏宇童则穿着宽松的长袖衫和长裤,把自己包裹得很严实,似乎不太能吹风受凉。 对自己的身体做好了防护,两人像是在两个不同季节,只见夏宇童的小腹威龙,整个肚子和屁,骨也增大许多,身材显得有些臃肿,比身边的孙邪志还大一号,浑身飘着韵味,疑似已经怀孕多月。 相隔几天,孙邪志和夏宇童再次到公园遛狗,而女方依旧身穿宽松的衣服,身材明显圆润不少,飘出浓浓的韵味。 对此,孙邪志低调表示,不回应,而夏宇童也回应了怀孕之说,夏宇童以30字回应,最近开始有在控制体重了,希望过一阵子你们会说我非常的瘦,身材很好,直接否认怀孕传闻。 孙邪志曾在2011年与台湾乡土剧演员韩玉结婚,婚姻仅维持4年,一直到2015年正式离婚。 之后,孙邪志的感情世界很低调,一直到2019年才被发现与夏宇童密恋,两人至今依然很甜蜜,还一起经营YouTube频道。 孙邪志是个温柔体贴的男人,在剧组相处的日子里,他对韩瑜非常照顾,而且两人之间的话题很多,很聊得来,韩瑜喜欢跟他分享自己的心事,趣事。 就这样,在日渐的接触相处中,韩瑜和孙邪志之间的感情渐渐升温,自然而然发展成一对情侣。 相恋一年半之后,孙邪志便向韩瑜求婚,并且求婚成功,于同年登记结婚。 领证第二年,孙邪志与韩瑜才正式举办婚礼,既然是自由恋爱,既然当初是因为相爱而结合在一起,那么这样的婚姻应该会很长久吧? 然而,谁也没想到,孙邪志和韩瑜之间的这段婚姻,仅仅维系了四年变化上句号。 很多人会问,孙邪志和韩瑜为什么会离婚? 其实夫妻之间的事情,外界很难看清楚,也很难说清具体因为什么原因而离婚。 孙邪志和韩瑜离婚至今已经五年了,双方都没有再婚,大概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之后,彼此都变得谨慎, 不想轻易开始一段感情,更不敢轻易再步入婚姻殿堂。 韩瑜与孙邪志离婚满两个月,余波荡漾,在被周刊报道,指孙邪志在离婚前,几乎是被韩瑜赶出家门。 面对种种爆料,韩瑜依旧不想多说,仅在脸书写下, 当个性坚强的女人不是我的错,而是我的选择。 韩瑜与孙邪志离婚原因众说纷纭,有传是因孙邪志经济公司经营不善,成为压垮婚姻的最后一根稻草。 孙邪志在离婚前就知道韩瑜与黄少奇的暧昧情,亲友更爆料, 指孙邪志在离婚前夕,更形同被韩瑜赶出家门,引起舆论热议。 面对赶孙邪志出家门的指控,韩瑜依旧不愿说明一切, 仅在脸书写下,当个个性坚强的女人不是我的错,而是我的选择。 韩瑜经纪人则否认此事,表示两人在共同居住的房子卖掉后都搬走了, 韩瑜还想将所得分一半给孙邪志。 人都说相爱容易,相恋难,娱乐圈银色夫妻档韩瑜,孙邪志离婚。 讯息先由孙邪志简讯曝光,后来两人分别在脸书贴文,说出离婚讯息。 韩瑜,孙邪志2015年在脸书证实结束四年婚姻, 在演艺圈投下一颗震撼蛋,让人不敢置信平常总是公开善爱的两人, 竟然毫无预警地离婚。 据媒体报道,韩瑜的经纪人松口表示, 每小孩是压力之一,只交往半年就闪婚的韩瑜。 孙邪志一直是粉丝心中的模范夫妻, 但结婚四年来却因为双方工作太忙, 导致做人计划一言再言, 他也曾坦言因为被催促感到很大压力。 但对此,孙邪志的前经纪人孙德荣则表示, 小孩问题不是离婚原因。 孙邪志对于没有小孩而离婚, 也在脸书抒发心声,强调两人并未不和, 离婚是为彼此好。 对于外界猜测最多的未生小孩问题, 他直斥,一切都是无稽之谈, 那些自以为懂我们还替我们发言的人, 其实根本什么都不懂,生活是我们两个的。 我曾经说过,人生抵达终点时依旧会牵着你的手陪你走到最后一刻的, 不会是你的小孩,而是你的另一半。 因为小孩也有他自己的人生要面对, 所以有无小孩对我们而言并不是重点。 重点是现实的婚姻里有太多事需要考量, 太多事是无法解决和需要顾忌的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